新鸭鸭 别不好开那种酒 马赛克 没事 后期又会马赛克的 这个鸭鸭上的表面 这些责任我了 就是真的 很潇洛 这些独特的动物 这些转捕给我的材料 这些东西我就会做 很投降 我会做我的工具 我会做了不停 And even then I'm crying my eyes out Because what is this fucking accent? Fucking Arnold Schwarzenegger type Makes me sick yo But at least I'm having fun And I don't know anyone Who made shit happen like a dude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台法拉利的F8 了解到车主买这台车的经历后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励志的故事 所以想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八年前我们的车主在一次偶然的机会 看到了一台法拉利的F8 相信有近距离接触过超跑的小伙伴 看到超跑的那一刻 肯定会想什么时候我也可以拥有一辆 我们的车主在看到F8的那一刻起 就励志一定要买一台法拉利的F8 可是当时确实还没有买得起法拉利的能力 但是他的想法和我们不一样 他想我暂时还买不起法拉利 但是我可以买一个F8的车牌 所以他就搞了一块前面是两个字母 后面是F8的车牌 前面两个字母刚好是他名字字母的缩写 所以说命运往往都是偏向努力和有准备的人的 就这么默默的努力着 一直到三年前 他终于有能力可以买他心爱的F8了 可是谁曾想458已经更新换代了 变成了现在的F8 只是他一直留着的458的车牌是改不了F8了 虽然说车型更新了 但是他的梦想没有变 所以他还是订了这台F8 谁也不曾想这一定订下去 足足等了三年 我想也就是因为梦想还有他是法拉利了 好在这不是他人生的第一台车 我相信很多人买人生的第一台车的时候都有同样的心情 买到车比买到一台什么车来的更重要 那种想要赶紧拥有一台车的心情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懂的 所以好在车主平时是有车开的 时间也算过得飞快了 转眼两年多过去了 这个时候马上就临近要提车了 但是法拉利官方说提车需要加价 好像说是要加6万8还是多少 可能是因为口罩事件的影响 制造成本和运输成本的增加吧 车主本来是不愿意加的 因为这几年他深知赚钱的不容易 可是马上要到手的人生目标 属于自己的东西 因为这6万8失去了 我觉得是谁可能都不能接受 所以现在这台法拉利展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 可能大家都觉得他非常的漂亮 像一件艺术品 我相信没有任何的男人能经受得住这种诱惑 但是大家平时看到的都是法拉利车主 光鲜亮丽的一面 当你真正去了解他们背后 得到这台车的故事的时候 你都会看到一个励志的故事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也没有人能轻易开上法拉利 所以尊贵的未来的法拉利车主们 先好好看看你们的爱车吧 然后一起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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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